这个清汤牛面绝对是我家孩子的最爱 做法简单,营养又好吃 清洗干净的牛肉,把它切成块 凉水放入锅里烧压水 加入葱姜料酒去腥 水开漂去表面的浮沫,撇得干净一些 煮两分钟左右 把牛肉在锅里冲几下再捞出来 然后倒入高压锅里 调料很简单,只加入花椒小红香和几个姜片 小红香稍微多一些,再加入热水 盖上锅盖压20分钟左右 炖熬了牛肉汤,把里面的调料都捞出来 调味只加入食盐和胡椒粉 用勺子搅拌均匀 现在满厨房都是牛肉的香味 接下来锅里的水开,把面条下入锅里 面条快熟的时候,放入青菜煮4两秒钟就可以了 再来调个汤底 打完了加入蒜末,葱花和香菜 一勺生抽,一勺香醋,质量的鸡精和芝麻香油 舀几勺牛肉汤,把汤料冲开 煮熟的面条和青菜放进来 自己煮的大块的牛肉,多放一些 这样一碗一样好喝的青菜牛肉面就做好了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在里面加一勺辣椒油 我们下期待会儿